雪南俄新古毛州一集补选 即将在这个星期六开打 雪州警方强调为了确保 整场补选能够顺利进行 将会派遣642名警官和警员职勤 雪州副总警长拿多沙西卡拉指出 到时警方除了在投票中心 投票站以及计票中心等地点驻守 也会在提名日和投票日当天 专注在安全控制 他也保证警方已经做好了准备 确保补选顺利进行 并处于最佳的安全状态 他今天是在雪兰娥警察总部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透露 这一次补选的安排 警方也会和各个参与补选的 政党代表举行汇报会 内容将包括3R课题 和竞选准证申请等事项的提醒 另外他也提醒 共有625名警官和警员 以及238名军官及军人 将在5月7号提前投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